大學生了沒 今天是我已經期待已久 夢寐已求的夏日約會行程了 不過聽說製作人真的太忙了 沒關係 工作人員也幫我找了一個 非常正名又有氣質的女大聲 聽說他一定在渡船頭 哪個板子等著我呢 我好期待 走,我們現在就去看 小胖的夏日情人夢 真是上演 加他性高載獵成這樣 正在渡船頭等著的女主角 他能順利找到嗎 是在那邊嗎 還是這邊呢 就在那裡 你們說那個拿牌子的證明 就在那邊嗎 好期待哦 趕快,不要讓他等太久 小姐,你好 我是大學生了沒的小胖 很感謝你把忙抽空還跟我約會 完成我的夢想 小胖 怎麼會是你啊 等一下,不是說是正妹嗎 為什麼是小胖 而且,你為什麼叫Rose 我的名字裡面有柔 但要叫Rose啊 而且明明就跟我說是帥哥 你 誰啊 工作人員 可以給我一個解釋嗎 可以給我一個解釋嗎 什麼東西啊 剛好今天我沒有看 天啊 我擺盲指頭 超空來的耶 拜託,我也是因為 今天有正妹我來翹哥了 我以為有帥哥好 好 好啦,你們倆也就別計較啦 誰叫這時候大家都沒空 能約會的只有你們兩個 就將就將就點吧 說不一定你們兩個藉由這次約會 也有發展的空間啊 所以加油好嗎 好啦,小胖 你就不要再抱怨了嘛 這也是不能改變的事實啊 況且你現在又沒有男朋友 我又沒有女朋友 何不就開開心心出去約會 好啦,也對啦 反正我都上飛船了 我們就走吧 OK 好,那我們去第一個經典囉 走了 好的開始是成功的一半 你們就別再鬥嘴啦 而這次行程的第一站 就是淡水渡船頭碼頭 不但搭乘渡輪單艘的票價 只要二十元 而且海上的風景十分美麗 是最適合情侶 一起享受夏日海風吹服的行程哦 而且,終點是只要來這裡 氣氛還能讓任何人 變成捷克與螺絲啊 哇,小屁 我們來到第二個景點了哦 在我的右手邊呢 就是左岸公園 而且來這個地方啊 一定要騎腳踏車 嗯 而且我今天幫你準備的腳踏車 是不會讓你流一滴汗的 真的,我一點都不想流汗 而且你還可以在後面吃吃水果 而且騎腳踏車 最重要是要欣賞風景 走,我們現在就出腳踏車 小胖介紹的第二個景點 就是這個沿著海岸線 而且綠意盎然的左岸公園 這裡可以遠眺淡水 還有左岸會館 行人木站道 單車專用道等設施 十分的美麗 來到巴黎一定不能錯過 不過說到腳踏車 小胖這次挑選的 可說是比較特別的款式 可以讓另一半 像個女皇一樣的坐在旁邊 撐著羊傘十分愜意 適合不喜歡流汗 又想要享受單車樂趣的美女 不過切記哦 頓位太大的女性 可能就不太適合這樣的腳踏車 不然就會有以下的情形發生了 好,你先把我畫在旁邊 你先把我畫在旁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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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偷偷跟你們說 小胖真的很用心耶 他是一個好男人 就是他帶我到這個博物館 非常特別 就是風景超好的 那個風景 我覺得就是很浪漫 有點害羞 就是覺得小胖真的是大加分 他是一個非常非常好的男人 沒錯,小胖的第三個行程 就是位於巴里的十三行博物館 館內有許多展覽廳 介紹十三行人的生活禮俗 和日常用品 其中陶器 是十三行遺址出土最多的遺物 圓面陶罐就是這裡的正館之寶 而且這個博物館內的建築 十分的有設計感 景色也很優美 下次經過這裡 一定要進去看看哦 欸,小屁 這個博物館不錯吧 嗯,還不錯啊 所以呢,等一下呢 換你騎好不好 你真的很娘啊你 真的,我剛剛騎過 我都快累死了 我不要,我不要 我是女生,不要 什麼啊,小胖 剛剛人家才誇你的行程 不錯而已 現在就要女孩子家 載你去下一個景點 你可真敢開口耶 不過小屁 你也真不愧是男人婆的代表 一點女生的樣子都沒有 你看,你騎得這麼快 連男生都追不上了啦 我真的想不到 原來是要和製作人約會的我們 會變成和小屁一起出遊 她的笑容、她的身影 已經讓我無法忘記了 有件事 我覺得我一定要告訴她 女人 我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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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怎麼了嗎 你願意 他一直在我下去嗎 反而不... 沒有開 foi 你快點吵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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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胖 這麼浪漫的地方 你怎麼這樣告白啊 不過雖然示範非常弱 相信大家還是可以感受到 這觀海長蹄的浪漫氣氛 這裡是觀賞淡水河 兩岸夕陽餘暉的最佳地點 不僅可以讓你體驗 在海中騎車的滋味 而且還是告白的最佳地點哦 很累哦 很累哦 小屁 我們今天玩了一整天 都沒有好好坐下來 休息吃東西 今天我帶來你這家餐廳 是有歐式跟義大利風格的建築物 而且東西非常好吃哦 好漂亮哦 好 我們把車趴一下 我們就去進去你們吃東西 走 我們先下車 好 趴車 來 趴車 來 趴車 幫我趴車一下 謝謝 謝謝 來 走 那個巴巴幫我拿一下 謝謝 逛了一個下午 最重要的就是要吃頓 浪漫的晚餐啦 這次小胖精心挑選的餐廳 就是位於巴黎的 低中海風格餐館 特別的地方是 這裡不但擁有濃濃的歐式風格 還可以左看大屯山景致 右看淡水小鎮 而且只要天氣好的時候 對岸點點燈火與滿天繁星 都將映入眼簾 此外 來這裡有幾道一定要吃的料理 像這道巨無霸墨魚燉飯 超份量的海鮮 絕對讓你讚不絕口 而這個歐貝拉巧克力蛋糕 配上好喝的夏威夷水果茶 絕對是讓情侶感情加溫的 超甜心才厚點心哦 小屁 雖然今天不是我期待的 有熟女之戀 但是也讓單身1965 趕少約會的氣息 而且你看那邊 哪裡 那邊的夜景 就跟香港的圍多利亞 完全一模一樣嘛 天啊 講真的啦 今天的行程你滿意嗎 是還滿意啦 可是你在節目上說 他們最精采的煙火秀咧 我們還沒有 快一點快一點 你幹嘛那麼急啊 真的是哦 來啊 哪裡啦 煙火咧 小屁 你看你看 在那邊 在那邊 你有看到嗎 好不聊耶 你騙我 我沒有騙你 我真的沒有騙你 再給我一點時間就好了 沒有騙觀眾啊 我沒有騙觀眾 觀眾我真的沒有騙你們 等一下真的會有煙火出來 拜託等一下好不好 好 穿不穿 穿不穿不穿啊 很穿耶 我還以為多浪漫 今天的約會行程 就在這個迷你的 噴珠泡煙火中結束啦 如果你也想要在夏天裡 有一個美好的戀情 今天介紹的這些行程 一定可以試試看哦 警察來了 大學生了沒 畢業新生員熱門職業 大學生想先體驗 這是我們從事最新推出的杯水 我們的杯水呢 它是奈米黃金水 那有別於以往的包裝是用吸管 我們這是為了方便女生 我們是用大拇指直接摳 先生覺得我們在當初 在跟你們對顏色的時候 其實也看錯了 超熱門職業 大週11點 大學生了沒 大週11點 今天從事最新推出